等补处菩萨和修持实善业者的果报 所详尽 今天只为你们简略解说 若比丘僧礼或一切大众中 有不厌弃三界生死 想求生天界的人 敬仰无上菩提佛果的人 想做弥勒菩萨弟子的人 不必急于断尽烦恼出离三界 而应当精进修持五界 八观斋 聚足界和实善业法 然后如上所述的思念观想 兜率陀天美妙快乐的境界 能这样修持女观想 就是正确的观想 若做其他的观想 就是邪命的观想 世尊 弥勒菩萨将在什么时候 与此世间入灭 而转身东率天上呢 弥勒 在过十二年后的二月十五日 将回到他出生的地方 端坐而世 他的兜身不患 成为全身省力 如同铸造金像 这时候 兜率陀天的天子们 建起美妙的宝塔 来供养全身不患的神力 阿尔弥勒菩萨 几颗花生鱼 都在昨天 无你宝殿中的 狮子传作联名上 身体高大 盘腿工作 有着青索琉璃色的头发和顶级 身体像黄金般光明 他头戴珍宝装饰的华丽天官 这天官有无量宝色 色泽中能映出无量化身佛与菩萨 塔方世界的诸大菩萨 都以种种变化神通 随意自在地 驻于弥勒菩萨天宝观中 弥勒菩萨的双眉间 有一根白毫相光 能放出瑰丽的光彩 它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号 浑身放射出 艳丽的光彩 弥勒菩萨与都帅厅子们 坐在莲花桌上 周夜讲述佛法修道 一座说法 就让五百亿天子们 于成佛路上 永不脱转 弥勒菩萨 日日夜夜 教化所有上升道 都帅陀天的天子 一直经过人间五十六亿年后 方才下升 成就佛道 我离开人世后 四种弟子 如有人能勤修功德 威仪不缺 清扫佛塔佛堂 用香花供养三宝 或者深入休息禅定 读诵经典 这样的人 应当制成 专心 细念弥勒菩萨形象 成念弥勒菩萨名号 虽没有断除烦恼 却如同获得六种神通一样 如果还能短期受持八观摘戒 修清静夜行 发广大誓愿 命中后 立刻就能 上升都帅陀天 善男子啊 你在人世广修福德善业 现在转生到这里 这里 这里 就是兜率托天 弥勒菩萨 是这里的天主 你应当发心 回忆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 两眉间的爱好光明 能清净九十亿级生死重罪 他根据个人的姻缘 演说殊胜的佛法 使他们坚固到心 于成佛的路上 永不退转 像这样 能清静深口意三意 修持六世法门的众生 命中时 毫无疑问 会生于兜率天 见到弥勒 将来 随弥勒一同下生于 人间净土 是最先听闻佛法的人 还能在贤节和心秀节 见到一切如来 并得到未来成佛的受祭 我离开人世后 有缘听闻 弥勒菩萨名号的大众 若能心生欢喜 恭敬礼拜 此人命中之后 弹指间 便能上升兜率天宫 甚至只要听闻弥勒名号 命中后 便不会堕于黑暗荒满之地 或是邪剑造恶家庭 而能长生具备正见 且不棒三宝的和睦之甲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犯了戒律 造了恶业 只要听闻弥勒菩萨的名号 就五体投地 诚心忏悔 一切恶业 就会迅速消灭情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